恆大又出事了 打靶啊打靶啊 把許家印打靶啊 喂喂喂喂 許家印已經打靶了 很難翻身 但是近日又有消息 什麼消息呢 就是這個中國證監處 說這個許家印 喂 你好不行啊 我要懲罰你 什麼懲罰啊 他說 你組織這個財務造假 手段特別惡劣啊 情節特別嚴重啊 所以要罰什麼啊 很嚴重啊 就是終身證券市場禁入措施 我想這些都不用說了 當然禁入啊 大哥 你再有看到啊 許家印 搞股票的主席也好 什麼董事局也好 你還跑去嗎 不是吧 你好勇敢啊 你真的很厲害啊 喂 之前的債券 香港人 輸不少啊 大哥 高息啊 是不是啊 喜歡高息啊 全部借了 全部借了 我也聽到有些朋友啊 我的朋友說 他買了不少這些恆大的債券 為什麼呢 他說 我收到秘密消息 最大的那個持有者呢 就是這個 許家印自己啊 哇 既然他自己拿著那麼多了 我跟手買又沒有問題了 難道他害他自己嗎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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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處理得對 不過 他不害他自己呢 政府有權叫他 害他自己嘛 一下子插爆你 哦吼吼 恆大就沒有息分啦 於是乎 我現在的朋友 無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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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炮影啦 我都說啦 記住啦 高息 就沒有好啦 好東西當然是不到你啦 老闆 好啦 好啦 這個的恆大 你既然就沒有辦法可以還債呢 前一陣子大家看到就說要清盤 但其實記住呀 所謂清盤的呢 就是清了在香港那家母公司 子公司在國內的堆 你管不了的 你沒有資格走進去清盤的 明明 那些是受這個國家的規管 兩種不同的啦 那有些人就說啦 喂 大哥 怎樣啊 裡面有很多這些恆大的 爛尾樓啊 爛尾樓啊 別叫我爛尾樓啊 我不想要我這個名字啊 大哥 我不爛尾樓啊 那麼一介堆爛尾樓怎麼辦呢 首先看看 爛尾樓在國內 總共大約有126 162萬那麼多 哇 說是什麼 不是說全部的爛尾樓 只是恆大 只是恆大 有162萬套 162萬間的 恆大的爛尾樓 死不死 總共是 600萬個業主呀 哇 因為 有些 可能是 應該 我想是 一個單位有幾個人簽名 這樣 牽涉到 那麼多的業主 就是說 有一大堆人 幾百萬的家庭 在裡面 那怎麼辦呢 哇 那麼曾經有些人就去問一下那些 買了藍尾樓的人 是怎樣 哈哈 你猜他怎麼回答 那麼 政府就 暫時已經停工了 之前 在二三年的時候問的 然後呢 他就說 過了這個防疫時間 之後呢 還沒開工 但是呢 政府已經推出了這個補膠樓的政策 那麼呢 政府呀 恆大呀 還有那些業主 一起來開會 經過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開會之後呢 就決定了 大家有些方案出來 當那些業主 大家去談的時候 發覺 哇 原來 OK呀 多安全 為什麼呢 有幾百個 幾百個 的業主一齊出來 好多的 每個地方都那麼多 為什麼呢 總共有六百萬 哈哈 好啦 這些業主就說 最後呢 政府就說 第一期呢 他們那個第一期呢 都是這個的恆大了起翻 但是二三期是怎樣呢 就將他賣了給這個的其他的地產公司 那麼地產公司呢 就會去走去 跟他搞 即是 政府又補貼 又怎樣補貼他呢 原來是這樣的 這些納尾呢 你們搞下去 要做了後期啊 經過那些東西 他們沒有錢收 沒關係 因為怎樣的 政府可以補貼一些地產公司 咦 OK呀 即是說呢 譬如你用了12億的 我給你10多億的地產公司 那你就有10多億的地產公司 那就OK啦 對政府來說 咦 這個你又 即是交到樓給他 跟著你日後的地產公司 又可以 又起樓 跟著有人打工 就OK啦 大致是這樣啦 總之 不過以後等同是 你賣樓的錢 又會少了很多 這個就是整個恆大 解決方案 大家明白了 就是 找當地的不同的 建築公司 或者是這些地產公司 就頂了 部分的那些藍美樓 有部分就是 恆大自己弄回 嘻嘻嘻嘻 終於交完樓給你 好 跟著呢 大家就政府又補回地出來 大致是這樣 就搞平去那樣啦 跟著呢的民眾就要 看一下 嘻嘻嘻 不斷起它這樣的微信群 500 一群 也有幾個群 你想一下 多誇張 跟著呢 就 恆大慢慢解決了這件事 業主也沒有辦法 要接受這件事 因為政府 說保障你 在國內 他會相信 因為人多 在國內的問題 將一件事發大 有這麼多人的時候 然後政府就要出來管 既然政府肯出來管的話 他們會覺得 這件事應該是對的 不會說 突然間到日後又會扭轉 這個很重要 好了 法院清盤了恆大 香港法院 要讓清盤人 慢慢搞 我們相信很快就會出現 最後的解決方案 賣了資產 很多人都沒有 好了 這個恆大的事件會慢慢慢慢 以這個形式 去淡化 其實突然間如果不是有新聞來 限乎限乎限乎的 其實大家都開始忘記了許家印 為什麼覺得這樣就可以解決問題呢 我告訴你 國內如果想知道問題如何解決 你可以看看 普通的市面上有什麼情況 大致可以猜到 譬如是什麼 譬如是 過馬路 沒錯啦 呵呵 你知不知道 另一條 就是我們在北京住過 經常過這些很寬的馬路 兩邊的車子 躲躲過 那麼 飛來飛去的時候 大家知道國內的人 很少 走去 很遠的紅綠燈那邊 就不會在紅綠燈那裏過馬路 就會在街邊等 那我就問你一個問題 你知不知道 標準是怎樣 什麼時候可以過馬路 知不知道 怎樣為之為安全過馬路 沒有燈啊 沒有大件事 很方便的 大家都知道 人多就可以了 咦 沒錯 因為為甚麼呢 人多要十個八個 開始了 十幾個 十幾個 最好 跟著一起走過去 你見到 人會跟著一團人走過去 人多 這樣 你的車就不會 衝過來撞到人 為甚麼 因為他很離遠 已經看到了大群人 不是嗎 而你一兩個 咦 因為為甚麼呢 一兩個 他不會避你的 他覺得 你只有那麼少人的話 你應該是 人避車 明白嗎 但是呢 你人多的話 不是呀 我真的撞你的話 就很嚴重的 整團人撞死了 出大新聞的 這樣你走不掉 所以在中國人 在國內的大陸人 他的想法就是 人多就好辦事呀 我們一起衝過去 走過去 走過去 車子就會停的啦 因為為甚麼 他不會撞死我們 撞死我們 會很嚴重的 你記住 這個就是 國內 做事的 概念 他們會覺得 啦啦啦啦啦 人多的話 我們的勢 人多勢 就不用怕你了 記得 所以你看到 例如發生的 任何的金融事件 或者 銀行那裏打保 拿不到錢 諸如此類的東西 他們是維權的話 第一件事是甚麼 召集人 人多 然後這件事就要炒起 因為為甚麼呢 國內的模式是這樣的 無論是犯了甚麼 有甚麼情況 他們會計算有多少人 在這件事裏面受到傷害 又或者是有甚麼人 出來抗議 因為他不同人數的情況 是會令到你會在那個 不同的 計算裏面 明白我的意思嗎 即是說 你的官 譬如你這個完成的官 諸如此類處理 譬如白黎人事件 你就可以管的 但是超過這個數字 又不到你管的 又是上級管的 國內是這樣的 去分成的層次 所以越是那個 層次高的官 就要管一些越是多的情況 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聚集到很多人 那就要迫著更高的官出來搞 更高的官出來搞不是地方官 於是 他們就可以 得到一定的 官家 即是官方的 調解 去解決問題 這個就是真真正正的方法 明白嗎 所以你記住 在大陸 最主要是人多世眾 有什麼 把他爆響 那你就知道 國家要怎麼應付這件事呢 他很聰明 封了你的微信 厲害了 於是你不能夠召集你的人 你不能夠召集你的人 我就可以 逐個擊破了 明白嗎 所以呢 有時候會看到 那些人在常訪的時候 他們一知道 怎樣的公安 派那些公安 派那些人 在那些車上 把那些人拘捕 總之不要被他們聚集 譬如說 有時候衝進去那些 酒店房 那時候應該有10個人 再拘捕10個人 為什麼呢 超過100個 他又不行了 你要拘捕100個的話 你以為是地國官有更高級的 那些人又麻煩一點 他又害怕一點 所以 你再多人的話 他就越來越害怕 即是不到他管的 他一定要上報的 你記住 死人也好 拉人也好 做什麼事也好 人越多 就要越高級的官才能管得到 你明白的意思嗎 這個就是那個結論 你要記住 小心小心再小心 明白嗎 這件事很重要 好啦 那麼 所以為什麼國內就是這樣 有什麼事情發生的 他們說 官方來說 在源頭去堵截他 沒錯啦 例如在一個村子發生事的時候 那個村子在堵截他 不要讓他 發多人 要我的上司 或者我上司再上司 就糟了 他們就糟了 因為 你 在國家觀的立場來說 就是你下面搞不好 是不是 你搞到上我這邊 於是乎你就不用怎麼做官 明白嗎 所以一定在源頭那裏搞的 亦都是這個 恆大為什麼他們會覺得 我們不害怕的 我們沒事的 因為 我們教人多 明白嗎 最好 中國 剛才說了 六百萬個業主 六百萬個大佬 一起吵架 一起不供樓 厲害了 所以上次他們是這樣的 一起不供樓 你死了嗎 死了嗎 不僅僅是恆大 所有人都說 是哪個樓來的 我們不供樓 一起聯合 所以 整個政府就要管 一定要用種種方法 給你一間樓 你不供樓的話 他們都不供樓 因為銀行 就全部都輸了 所以寧願給你一間樓 到時就逐個擊破 怎麼逐個擊破 給你一間樓 但是 不是代表那間樓 是一定 OK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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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讓我看看 你先讓人見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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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歡了 哎呀 哎呀 今天又有阿智來 出現 大家 來啦 嗯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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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哎呦哎呦好啦 他喜歡泡 拍了 剛才拉掉你的頸子 不好意思 好啦 好了 繼續講一下恆大方面 剛才講完恆大有關 大家會知道要保護自己 日後香港也是要這樣 怎樣可以保護自己 人多就可以了 好 繼續講 現在這個 因為 樓價會這樣影響 因為現在 政府的想法是 我沒有交樓給你這些人 但是以後有些很不妥的樓 他們全部轉成廉價樓 就像香港這樣的公屋 現在整個政策是這樣的 就等於縮減了私人市場 以後私人市場就會非常受到 擠壓 你要記住 由於私人市場受到擠壓的時候 等同是 大家以後再在私人樓宇上 說你能賺到錢 你可以有錢去做生意 或什麼 機會 少了很多 很難 你要首先有這個心態 由於這樣 就是 很簡單 以前每一年 你都有一大堆人 是因為 樓宇賺到錢 跟著他們就可以 出去 起動消費 現在 就沒有了 所以經濟會越來越差 是不是 你原本有了樓的人 因為樓宇已經樓價越來便宜 那 經濟又 arcor 怎麼國內內 沒有煽多少錢 憑慘 問題就是這樣 好了 香港最簡單呢 就叫叫 都說 蓋 book Karol этот 見他很想到出房, 你感覺甚麼啊? 這樣agao 我又不能走到外面 因為要關動一在房 唉呀呀 你很各的 strong 好ham 一下 接著的話 因為房價下跌 然後在香港的做法 現在外國各大人會比較窮 我跟國有很多 alcohol 以前幾乎有10萬-18萬 現在真的連供樓的錢都沒有 這個就是最嚴重的 各行各業都發生 現在這個情況 所以 香港旅行業都不用看 就是這個問題 好啦 從這個恆大我們要想一下 我們要講 恆大另外一件事 就是恆大那個的 私人後宮佳麗 這個叫恆大哥無脫 這件事是很特別的 因為為什麼呢 只是許家印弄了 恆大歌舞團 大家看到這個 你看到那些女生很漂亮 因為他都傳為 精挑細選 究竟這件事是什麼 先解釋一下 在2010月 許家印就成立了這個恆大歌舞團 是他注資的 全資子公司 大約有百多人 全部都是會跳舞 或者是會唱歌的 很厲害 當然 他的 主題就是 哎呀我們要 集合中華藝術的精美 一部分 維元祖的獻 即是用這個 歌舞來獻 出了一個中華的色彩 諸如此類的理念 就是這樣 每一個 挑選是非常嚴格的 又有什麼精心精湛 和政治 諸如此類的東西 一會兒你聽一聽 那個結構是很過癮的 好了 恆大歌舞團其實曾經去過不同的中國的場合 參加比賽 包括中宣部、文化部、公安部、中國民聯、各地的電視台 他有些歷史 以前文革的時候 也有這些歌舞團 文藝團 其實就是非常受歡迎 他也是去盧亞軍 諸如此類的就是在一些領導人面前表演 所以他有一個傳統 共產黨有這個傳統 那麼 現在恆大有錢 他就怎樣 將這個概念放在私人公司 厲害 於是 他就好像說 我做回以前而已 我也是 尊敬以前的文藝隊 現在其實中國還是有這個 文藝隊 有些人都還在裡面 以前很 很 很 很高級的 因為是精挑細選的人才可以進去那邊 唱歌跳舞 現在 恆大用回同學方法 他們又試過去這個 炎舞星光 或者第七屆的 CCTV的 舞蹈大獎 優秀獎 然後去春花 蘭曼 中央電視台的 直通春晚的金獎 諸如此類 也是很厲害的 那麼 2014年又試過 以這個恆大歌舞團 做這個恆大兵傳大型歌舞晚會 一大堆 很有趣的就是 大家看看 這些恆大美女究竟是怎樣出來的 其實因為中國如果你有住過或生活過 你會知道 各個地方 城鎮 那些大省 也有他們 自己的 舞蹈學校 這個主要是 舞蹈學校 舞蹈學校跟演戲那些 有完全不同的要求 當然舞蹈學校也會要求你唱歌 好了 而恆大自己的標準是特別的 就是要你很年輕 要很妖艷 要漂亮 體態要輕盈 舞蹈學校要優美 有一大堆一大堆 所以呢 你本身就一定要在 那些舞蹈 很好的學校 那些民族學校 畢業 那些學生才可以 才可以來 要求就是 如果你是跳舞的話 就17至20歲 而唱歌的 就可以是20至25歲 跳舞一定要是 特別年輕 Teenage開始 你想想 真是 博博趣 十七至二十歲 十七至二十歲 絕對是 博博趣 那麼 分五個等級 那麼五個等級 你慢慢向上爬 那麼什麼的五個等級呢 就是 特級的演員 就可以拿到28,000元 一級的演員就是16,000 二級就是14,000 三級就是12,000 四級 就是最初級 就是10,000元 還有試用期 8,000元 在國內來說 這個絕對是高薪 尤其是跳舞 你可以養頭家的 萬多元 所以恆大就有權 去挑選 好美女呀 好性的 注意處理 還有 老實 你進來這個團 你就知道恆大 認識多少有錢人 有機會你會遇到有錢人 這個就是 進入恆大歌舞團的 一個最重要的基礎 還要是底薪之外 剛才說的底薪 最重要的是 還有 獎金 每一次演出的 他另外額外再給你錢 算一算 可能你隨時有三兩萬代入個袋子 每個月 這樣 相當好 以一個跳舞的 職業的女性來講 而且十幾二十歲 很新的 所以大家都很願意進入 還有就是 如果你做到高級的時候 他會被高級工餘來 有專車去接送 好像高級職員 所以他要你高學歷 讀過你的武道學校 然後又要生得靚 青春 最重要 規定 不能夠談戀愛 即是入了這個團的話 你是單身的 OK 你要明白 單身的話 就好辦事了 明明 團長 白珊珊 我想大家有機會也看過他有關的報導 他的消息 那麼他居住在 奢華的深圳灣1號 如果大家有去過深圳 認識的也知道 深圳灣1號是非常之 昂貴的 即是富貴的一個地方 哇 這個深圳灣1號 能夠住得到 非富則貴啦 這個白珊珊當然是好 另外曾經試過有一位 女士 又是他們團的其中一份子 又能夠靠在 主席 許家印的身邊一起唱卡拉OK 來到幾點啊 那位美女 1989年 出生的 厲害吧 是第20屆無特之星的 廣東總決賽的 冠軍 哇 這樣才能夠進入這個恆大歌舞團 厲害吧 廣東的就是會說廣東話 身材非常好的 氣質超群 連身 超過百萬啦 哇 香港小姐也很好啦 老闆 所以 真是入得到這個恆大歌舞團 不簡單的 20歲左右就拿到這個錢 人生的勝利咒啊 你明白啦 所以很多美女很想很想很想 進入這個恆大 明白嗎 好 然後這位美女曾經說過 她說 一倒 就是整個青春 沒錯啦 即是說你進入這個恆大歌舞團 一倒就整個青春的啦 擺了下去的啦 明明呀 你知道 的意思含意 那你就聰明啦 恆大入面 很保護這班美女的 怎樣保護呢 恆大的大廈呢 就有四十多層 那 第四十層 一至三十九 和四十 你就可以一至四十層 普通人都可以上去的 第四十層就主要是 我們開會的 整個大會 你有事你就上去啦 部門就這樣 但是呢 以四十層為止 那麼四十層 另外分開四十一和四十二樓 四十一和四十二樓就不同了 四十一樓是叫休閒區 有餐廳 有健身房有KTV 這些是私人的地方來的 明明呀 而四十二層呢 就是會所 以及所有這些 恆大美女的百多個 住的地方 即是說呢 那些美女只是在四十一層和四十二層出現 如果你上不到去四十一層的 你一輩子都看不到他們 明明 那是做老闆的 當然可以隨時去啦 你要知道 有了這班這樣的美女 他們全部都沒有男朋友的 即是說我招呼官員也好 做生意的朋友也好 他們都可能 會大家 好容易 起碼不用去 總會 不用找那些 不知道什麼 什麼頭什麼路的女人 這裏不要緊 這裏 大家陪著 我講陪一下 開會 結果 還有沒有陪其他東西 這個你自己想想 但是總之 在恆大 這些東西 就可以 你怎樣玩都可以 明白嗎 這個就是 許家印的一個設計 恆大歌舞團 你再留意一下 封面那些美女 你都心動 好了 恆大歌舞團 就被稱為 後宮佳麗團 當然 一定有公關的作用 馬雲見到眼睛 你就不需要周圍走 不用麻麻煩煩 搞定 你 所以呢 這個 許家印 自己上到四十一二樓 就財息兼收 對不對 當然啦 如果你是官員 跟他們有 有這個關係 當然是財息兼收 我這邊就給你財理 那邊你就可以挑釋 財息兼收 是不是很開心呢 真是 這班女生 抵養了 幾萬元幾萬元一個 一塊地就弄回來了 多少億 這個招式 好像很厲害 但是他跟養明星不同 為什麼呢 那些明星 當然是很有錢人 很想見 因為他們有名 而這班就不是 他們不是很有名 他們是 很有 硬直 外形又漂亮 天天練跳舞 當然是很收場 這些女生 那麼吸引 嘩 相對來說 容易控制 那些做明星的 當然容易 要命要來 要命要來 要求多很多 這些不是 這些 經濟實惠 明白嗎 所以 兩個是不同層次的 而許家印就說 這些好一點 是不是 容易一點搞定 不管怎樣 我又可以 常常換 嘩 素人有空又加入 素人有空 你也有空 所以 許家印就用了這一招 但是我們會問 你要小心一點 為什麼呢 馬雲沒有錢嗎 萬達的老闆沒有錢嗎 中國有很多很多有錢人 為什麼他們又不會用這一招呢 這個就是嚴重的問題 大家有沒有問到 當然啦 我養了一大群這些美女 你也猜到我來做什麼 玩什麼 你以為真的用來跳跳舞 當然是用來賺錢 那麼 大家都知道這一招很有用 對付官員 對付生意的拍檔 或者競爭對手 一瞬間就融化了 銀子也融化了 女人也融化了 還可以這樣 為什麼其他有錢人 國內大有錢人 想不到呢 他們很蠢 不會吧 馬雲蠢 你不可以這樣說 你比他聰明 或者你覺得 萬達的老闆蠢 不會吧 那為什麼呢 這一件事就要你 想 1 2 3 4 5 5秒講完了 你想不想到呢 想不到 或者想不到 好 我解釋給你聽 我跟你說 因為這一招叫做好招搖 明白嗎 這招叫做好招搖 好招 加個搖 你好招搖 這樣 通常 如果政府要針對 就會針對你的 明白嗎 所以 你這樣搞 是有很大的風險 因為 你要成為眾恥之敵 喂 你不單止 後面給錢人 還給錢人 讓他財息兼收 當然是好 但是大家知道你用這樣的手段的話 政府會怎麼想 如果針對你的時候 會怎樣 所以你就會成為眾恥之敵的命令 因為 你知道習大大 你怎麼搞什麼 你把這個國家搞成怎樣 這樣啊 於是 這個馬雲 和萬達老闆的諸處理 他不敢 你知道的 唯獨一個人就是 這個 許家印 許家印是一個什麼人 膽大包天 你想一下 搞到那麼多債 他完全不害怕 把錢運出去 完全不害怕 總於越大越好 越大越安全 攬多些官 攬多大官 和他一起 一爆就一起爆 他沒有想過爆 因為他 膽大包天 在國內就是這樣 膽大都分很多層次 喂馬雲膽大嗎 對不對 喂公眾場合 吵亂麻煩 吵你的官員 他就糟糕了 但是 他不會去到 這麼嚴重的地步 因為他做事也是有分寸的 有些人 不要分寸 就像恆大的許家印那樣 因為他要幫到盡 這種人 去到盡 所以你留意一下 許家印還要對斷的時間 就一下子 做到很寬大 很誇張 這個企業 因為 他膽大包天 於是 大家知道 這些事 不要做 很危險 但他不理 只要做 因為 實際上是一個 潤滑劑 很快 就可以令到他 掌握到 他需要的東西 沒錯 你可以的 但是 你越走 你的險 風險就越大 許家印是完全不理的 中國是充滿了這些奇怪的情況 你不理 於是 你就會走得快 但是 你一跌就到底 所以你看 現在大堆的有錢人 都還不是會說 好像他那麼慘 但是許家印就 即拉你 即 把你所有東西斬 因為 你最過分 你膽大包天 他現在人家談都沒得談 一跌到底 這個故事是說什麼 人生的路 你可以選擇 不同的路 你可以去到盡 但是要記住 你玩得那麼過癮 你就要付出最大的代價 明白 所以 今天的 解釋一個 透視的意義給大家聽 記住 你可以去得盡 你可以得到很多 你可以得到最多 但是記住 你付出的代價都將會是最多 亦都是跌下來的時候 你是最痛最痛的 所以 看看你自己喜不喜歡 這個 美女的背後 就要付出這個代價 再看一次那個cover 美女的帽子 但是 你要記住 後面是很大的代價 你明白了 OK 希望你喜歡這條片 希望你 點贊 訂閱 訂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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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